運動比賽永遠是充滿位置以及變數 只要球員們不放棄 不到最後一刻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誰會勝出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在今年的6月21日 日本男子排球國家代表隊的監督 中原內右翼 公布了這次東京奧運的12人名單 而今天的排球上演人物制的特別篇 要來和大家聊聊本屆名單中最年輕的選手 他就是年僅19歲 還在就讀大學的高喬蘭 俊俏的外表以及能攻能守的全能表現 讓他獲得了不少球迷的關注 而他究竟是如何從眾多選手當中脫穎而出 成為最後的代表呢? 接下來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關於排球少年 或是排球賽事的人事物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說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高喬蘭出生於2001年的9月2日 兼為日本體育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身高為188公分 體重82公斤 打的位置是主攻手 扣球高度為343公分 他出生在日本京都府的京都市 京都府位於日本關係地區的北方 屬於一級行政區 而京都市的市中心在西元八世紀左右的時候 被定為日本的首都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聽過 他在當時叫做平安京 直到1869年 明治天皇才將首都從平安京遷到了東京 歷經了1000多年的發展 京都和東京一樣 是日本現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櫥窗 到喬家一共有5個人 除了爸爸媽媽之外 由於未比自己大2歲的哥哥 以及一個妹妹 由於外主戶是美國人 高橋的媽媽是一名日美混血兒 據說還含有英國以及德國的血統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造就了高橋那令許多人稱憲的超高顏值 而他的爸爸則是一名忠實的棒球粉絲 高橋藍的藍 其實取自於棒球中的拳雷打 瘋亂 而哥哥的名字叫做高橋磊 當中的磊 顧名思義就是棒球中的磊包 可見高橋老爸很希望自己的兒子們 未來能夠成為棒球員 但現實總是喜歡往預期之外的地方發展 高橋和他的哥哥 都在之後成為了排球選手 不過他們的爸爸也因此愛上了排球 高橋之所以會開始打排球 完全是源自於一場意外 家中最早只有哥哥雷 有在從事這項運動 不過由於兄弟之間的感情非常好 高橋時常會到比賽現場 幫自己的哥哥加油打氣 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高橋和往常一樣 跟著哥哥去參加一場練習賽 然而當天隊伍因為有人請假而人數不足 於是球隊的教練就請在一旁觀看高橋 到場上幫忙湊個人數 沒想到這一打就打出了興趣 再加上父母的大力支持 高橋隨後就加入了哥哥所在的排球隊 儘管當時他的身高不怎麼高 但高橋的運動神經非常好 不僅跑得很快 身體的協調性也相當出色 所以很快就成為了隊伍上的戰力 除此之外 年紀輕輕的高橋就懷抱著一個 非常遠大且具體的志向 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這時的日本剛剛獲得了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權 高橋就在一次作文中寫下了自己的夢想 是要成為一名奧運選手 並且為自己的國家以下獎牌 而他當時最嚮往的選手 就是帶領新陳高中連續兩年拿下三冠王的石川右溪 他幻想著自己也能在高中的時候 成為一名擁有壓倒性實力的王牌 小學畢業後 高橋進入了哥哥所在的京都市立哈吉高歐卡中學就讀 和石川右溪一樣 高橋的生長爆發起來比較晚 博弈的時候只有158公分 所以他在初中階段 大多時候是打自由冷這個位置 而這段時期的精力以及訓練 造成了他超高水平的接球能力 在不久前剛結束的2021年FIVB國家聯賽中 高橋在接球以及接發球的數據都排名日本地3 僅次於石川右溪以及自由冷三本自大 卡吉高歐卡中學的排球水平相當高 集結了許多實力強勁的選手 高橋在學的三年期間都順利打進了全國大賽 第一年還是和自己的哥哥一起打架的 當時他的哥哥是隊伍上的王牌主攻守 而高橋也在第二年和隊友們一起拿到的全國大賽的冠軍 帶著滿滿的經驗值 國中畢業後的高橋選擇再次追隨哥哥的腳步 進入了京都的排球名門 中山高中就讀 遲遲的他已經長高到了183公分 高橋開始以主攻守的身份回耀於賽場上 然而京都的高中排球水平非常高 有許多實力不懂小規的隊伍 因此想要成為當地的代表 進入到全國大賽 是一件非常困難且具有挑戰性的事情 大家可以把這邊想像成是排球少年裡面的工程線 而當中實際最堅強的學校 是另外一名超級新秀 大總打選所在的若南高中 他們多次阻擋了東山前往全國大賽的道路 例如2018以及2019年春高預選賽的決賽 東山都敗在了若南的手下 高橋是要等到大總打選那一屆畢業之後 才是首次踏進到春高全國大賽的舞台 在高三的那一年 高橋被提拔成為了球隊的隊長 而在他的帶領之下 東山高中拿下了2020年春高全國大賽的優勝 高橋還成為了該屆春高的得分王 以及最有價值球員 東山高中的松永教練曾經說過 高橋最強大的攻擊武器就是後排進攻 不論是在高度、速度還是威力 都遠遠的超出日本高中生的水平 而更可怕的是 他能夠將這項武器與自己出色的防守做結合 高橋可以在做出漂亮的一船之後 接著打出具有威脅性的後排攻擊 能夠做到這種攻防一體的選手並不多見 然而其實高中時期的高橋和大部分選手一樣 每到比賽的前一晚都會非常緊張 有時候甚至會緊張到吃不下飯 不過唯獨老媽做的漢堡牌可以讓他持續大陣 也就是因為這樣 媽媽做的漢堡牌對高橋來說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作為春高的冠軍MVP以及得分王 高橋優異的表現引起了日本排球協會的注意 他在春高結束後的2月 就被選進了日本國家男子代表隊當中 不過協會最初納入高橋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即將到來的東京奧運 而是為了備戰更久以後 也就是2024年的巴黎奧運 在國家隊培訓的期間 高橋有幸和自己兒子的衝擊對象 池川右膝一起練習 親眼見識到這位當代的日本王牌之後 高橋的內心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及鼓舞 除了刻苦練習之外 池川也很注重飲食以及身體的自主健康管理 這讓高橋相當敬佩 他希望自己也能夠到義大利這種有更高競爭水平的環境打球 為此 他還詢問了池川許多有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池川不僅僅是高橋的偶像 同時也是他渴望超越的目標 就如同原先高橋老爸希望自己的兒子們能打棒球 但他們卻成為了排球選手一樣 現實又再次的往預期之外的地方發展 因為疫情的關係 東京奧運被迫延後一年 許多國際賽事也都被取消 這也就表示 原先確定好的代表隊名單 有很大的機會會出現變數 一般的流程是這樣的 以2021年的東京奧運為例 日本排球協會先挑選出24位選手 作為本屆國家代表隊的成員 並依照練習的狀況選出17人來參加年終的國際聯賽 最後再根據聯賽的表現評選出12人 作為最後出戰東京奧運的代表 在2020年的8月 日本隊進行了一次紅白大賽 剛成為大一新鮮人的高橋 以及就讀大二的大總打選 都參加了這次的比賽 而這兩人的表現都讓中原內優衣相當驚豔 尤其是當時只有18歲的高橋 中原內評價高橋 和以前曾經與自己一同征戰過 八賽容納奧運會的新三選手很相似 都是接球和攻擊都很頂級的全能型選手 經過了這一次的紅白賽 中原內監督重新思考的高橋在國家代表隊的定位 或許應該將他作為明年東京奧運的集戰力進行培養 而非更久以後的巴黎奧運 另一方面 在高中畢業後 高橋進入了東京私立的日本體育大學就讀 這所學校至今培養出虛虛多多傑出的運動員 例如外號中年之星 以41歲的高齡在2004年雅典奧運獲得男子射箭銀牌的三本博 還有在1968年的墨基哥城奧運 以及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 分別拿下銀牌與金牌的前日本排球選手 森田純物 為了往更高的層級邁進 高橋從大學開始就積極的強化自己的體格 他從原本高中的70幾公斤 增加到了現在的80多公斤 這讓他的扣球更有威力 而他也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就成為了排球隊的主力 並且幫助球隊在11月份的日本大專聯賽奪下了亞軍 高橋還是這次大賽的得分王 有趣的是 在準決賽 他的對手是自己哥哥所在的球隊 這是兄弟倆第一次在政治比賽中對決 而最後是由高橋所在的日本體育大學取得了勝利 比賽結束後 哥哥還稱讚高橋的體格以及技術 都變得比以前更加紮實也更加穩定 2021年3月 日本排球協會公布了新一輪的24人名單 不出意料 名單中再次出現了高橋的名字 不僅如此 他還入選的5月初對戰中國友誼賽的14人名單 是日本隊中最年輕的選手 這場賽事除了是東奧的測試賽之外 同時也是最後12人名單的選拔賽之一 高橋在第一天的第一局就被派上場 面對較為高大的中國選手 他一開始很不適應 攻擊多次被籃網給阻擋 但隨著比賽的進行 高橋逐漸習慣了對手的籃網節奏 扣球得分率也逐漸上升 這一戰總共拿下了16分 日本隊最後也以3比2擊敗了中國 而從第二天開始 高橋更是反過來利用了對手的籃網 積極地從高位進攻 或是利用打手出界來取分 日本再次以3比1擊敗的中國取得了二連勝 高橋則是獲得了全隊最高的19分 並且還在賽後獲得了30%的觀眾投票 認為他是這場比賽的MVP 除此之外 高橋在防守段的表現也很讓人驚豔 媒體適用 不僅是扣球充滿破壞力 就連防守也大放異彩 來形容他這一次的表現 兩場比賽的勝利 為高橋帶來了極大的自信心 而他也從比賽中學習到了 如何應付比自己還要高大的選手 技術或許很難在短時間內有所提升 但至少可以嘗試改變打球的心態以及想法 接著 在一週後的紅白對抗賽 高橋所在的紅隊 更是連續兩天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接連的優異表現 讓他進入到了國家聯賽的實際人名單之中 儘管也為得分阻力7點 因為腳踝受傷而缺席 但日本隊在VNL的第一週 攪出了漂亮的三連勝 高橋的表現尤其亮眼 很不像是第一次參加大型國際比賽的菜鳥 他在第一週的這三場比賽裡都有上場 總共攻下了全隊最高的43分 而根據最後的數據統計 高橋這次大賽的總得分為118分 排名日本第二 僅次於石川的169分 當中包括了106次的扣球得分 5次籃網 以及7顆發球直接得分 除此之外 他在接球以及接發球方面也攪出了漂亮的成績 面對對手75次的進攻 高橋成功接起了48球 補充說明一下 這邊的接球成功 就是要是球員接到球之後 隊伍可以進行後續的組織進攻才納入計算 接發球方面 185球中成功接起了72球 這兩項防守數據都排在日本第三 高橋再次利用實際的表現 證明了自己是一位攻守兼具的全能型選手 在6月21日 B&L即將要進入尾聲的時候 日本代表隊的中原內監督 公布了這次奧運的最終12人名單 公布的時間比預期的還要早很多 可能會影響到還在打國家聯賽卻落選的選手們的鬥志 但根據中原內監督的說法是 他的出發點是以建立一支參加東京奧運的球隊為最優先 這份名單除了隊長石川佑熙 以及剛剛桑玉付出的西田友誌之外 還包括了今年表現優異的兩明星秀 高橋懶以及大總打選 對於成為東奧男排的代表 高橋表示自己相當的開心 經濟小時候的夢想就是要成為奧運選手 逼為國家拿下獎牌 而這個夢想已經實現一半了 剩下的另一半就要看自己在未來的表現 由於這次的名單大多是由年輕的選手所組成 當中唯一一位有奧運經驗的選手 也就只有清水幫管一個人 可能會讓一些球迷感到有些擔憂 但我個人認為 無論名單怎麼排 都會有所謂的優點以及缺點 作為球迷 我們能做的就是支持 並且相信在賽場上奮鬥的每位選手 雖然這次的VNL 日本隊最後只獲得了不怎麼理想的第11名 但離東京奧運還有一段時間 只要球員們好好調整 找出問題點必加以修正 我相信還是會有獲勝的機會 畢竟球是遠的 比賽的有趣之處就是充滿了各種位置以及變數 只要球員們不放棄 不到最後一刻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誰會勝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對於高橋這名選手 是否還有更多的想法想要補充的呢? 以及你對於這次東京奧運的12人名單 有什麼樣的看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